腾讯新闻的网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看由日课和腾讯新闻合作的直播看大家 那现在有一个现象呢 不亚于前两年的清零上河图的一个故宫跑 那就是故宫展出的千里江山 清绿山水这个画作的一个引发的故宫跑 那就千里江山图呢 还有其他一系列清绿山水画呢 我们也想更多的再了解一下 它为什么有再度的能够引发这种故宫跑 那今天我们也请来了邵燕老师 邵燕老师 朋友大家好 邵燕老师是中国美术史专家 也是中央美院的副教授 那今天请邵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千里江山 不只是千里江山图了 也是千里江山一系列的这样的清绿山水画的这么一个话题 那我是想从这个我们一起去看展开始 因为之前也是邵老师也要请我去看了这个 千里江山的这个展 但是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它可能没有前阵子的这个清绿山水画那么的引发了那么的排队和跑得厉害 那这张图或者是说这幅画 包括其他的清绿山水画 在您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或者是什么样的印象 我可能没有一般观众那么激动 因为这张画就是我到北京二十来年看过好几次 包括他到辽博去展展的时候我也看到过 我总共印象当中数出来至少有四五次吧 当然这次的展规和以前不一样 曝光是特别设计过的 和在一个群展里面 他在一场练展规里面站一段练的情形肯定很不一样 所以这次看的是更清楚了 当时第一印象比较深的是 发现卷上的横文比较明显 所以就 斯蒂德您也讲过横文变多了 又见你一次又老了一点 你这个讲座要我说说千里江山途中所画内容呢 我事先也做了点准备 但是我自己看画 尤其是看山水画倒不是特别关注内容 当然等于我们会讲这个画中内容 但是我自己呢 反而不是特别关注内容 这可能就像苏东坡说的 观世人画如月天下马 取其意气所到 虽然千里江山途并不是苏东坡 嘴里说的那种文人画 它属于宫廷绘画 而且呢细节非常丰富 但实际上它给我们的印象 还是整体上一种宏伟的感觉 这也是一种一种气啊 这张经常画的气场非常足 可以说是气势辉弘 虽然笔墨细腻 机发精致 在里面可以找到无数可以供细细品味的细节 但是呢整体上我觉得它传达的是一种阳刚之美 哦 是不是说它的线条其实呢不是说像我们看的水墨画 它那么柔和 您讲的阳刚之美是不是也有一种力量感在里面 阳刚之美呢 我觉得是艺术品能够突破它的物质的局限 给人无限丰富的精神世界的那种遨游的空间 这是千里江山图做得非常好 大家都说千里江山图是一件巨制 它的高度达到51.5厘米 这个在现存的送话当中也是属于非常大的一件卷子 就是通常所说的高头大卷 那么它的长度呢 1191.5厘米就还差一点不到12米 这个当然也很长啊 但是12米呢 我们折双一下是1200厘米 还不到1200厘米 所以我也经常个人开玩笑说 这是千里江山是厘米的厘米 但是呢 没有人会怀疑他画了千里的江山 南朝有一个山水画家叫钟炳 也是我国早期山水画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叫钟炳 他曾经说过啊 一个树画三寸 当千人之高 何莫树齿 其百里之久 所以呢 看画的人就不要管这个画的大小 只要看艺术水平是不是达到了能够呈现自然知识 所以以有限的画面能够展现江山如此多焦的无限风情 这就是非常高明的艺术手法 是的 那我们这边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我们这些图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看千里江山他的每一图的细节 对 他的这个每一部分他讲的是什么 我其实之前也是做了一些功课 他是讲的就是说千里江山图呢 他的是特别有音乐感的 就是好像好像是非常的 他的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不是很方便看一个他的整体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非常有乐感 他可能会被人形成是一种乐章的那种感觉 像我们也这个这边的也有提到说开头第一部分以群山为序 就好像是一个乐章的开头 那您可以结合这个给我们说一说 千里江山图他讲的一个什么内容 您可不可以把我发给您那张高清图打开 然后就这么拉着给 因为我们这边可能这个有点慢 我不担心这个大家会接不上 我们可能在我们在后台会再给大家放一个高清图 让大家把手机横过来看一看 我们可以在这边看一下这个 然后小图这边先看一看 但是这个就只能一二三 他没有办法是从右往左看的了 没关系您可以简单给我们讲一讲 他讲了个什么样的内容 或者等一下我们再去说一说 等下我们再讲到这个其他山清又山水的时候 回头我们就会再提到 千里江山图内容呢 当然有很多人已经去梳理过整理过 就是它的全图大概可以分成七组 七组的山窗 开头的第一组的山呢 在比比较平缓的山峰 下面是有地平线 这个山看起来还不是程度最高的 第二组和第一组之间呢 是以小桥相接 第三组的就第二组的群山仍然是比较悠扬缓的 第三组和第四组之间是有一个建筑比较华丽的长桥相连的 长桥看起来是个官式建筑 其实就是什么是官式建筑 应该是一个宫廷的建筑 不是民间的那种几块石板 或者是一个木头架的上面盖着草扇的那种 等级比较低的建筑 这是一个等级比较高的建筑 它其实是不是也是一个 因为是宫廷画嘛 所以它展示了 那么第三段第四段的山峰呢 就一个个物理起来的 人看就是成组地平线很高 整幅画面也就走向高潮 但是最高的组峰是在第五组 这是全画最高的 而且大家大明显是有一个层次的 就前面是狱子后面凸起的 这个组峰 如果把这一段单独切下来 其实是很像北宋流行的那种 大山堂堂的构图 按北宋人的说法 这是有君臣关系的 前面的比较矮的山是平臣 然后呢 这个傲视群雄的 这是一个出于君的地位 这么一座山 所以它虽然是一个长卷 但是我们感觉和南方的那一座 丘陵平缓起伏的长卷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这是全画的最高潮 在之后呢 到了第六段 这个群峰就渐渐地舒缓下来 群山呢慢慢地引入远方 大江大海的上空 空间啊 对空间变得比较的开阔 比较的舒缓 那么视觉节奏呢 也缓了下来 使得欣赏者 激怒的内心也渐渐地平静下来 最后一组啊 画家用 有比较隆重的 青绿色 画出 近处的最后几座山峰 就好像到 全程结束时 还有幽远的回声 令人难忘 从现存的画面 只能说是从现存的画面 来分析的 我们觉得很像传统诗歌里面 讲的起 沉 转 和 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 起 起头 这第一组山峰 其实就挺抓人眼球 这个头起的好 那么后面 沉是我们说的第二组 第三组 这样慢慢地铺垫 到了高潮 这个中间 这个第五组的高潮 然后高潮过后 马上就变成比较平缓 比较开阔 这是一个转的过程 最后这个结尾和 它其实也是一个 其实是不是一个结束 它好像还会再延伸出去一样 对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只能是从现存的画面 因为这些长卷 现存比较古老长卷 有很多可能都遭到过柴歌 所以我也 也无法知道 这幅画是不是 它最初的特别完整面貌 也可能原来 会更长的 现在看到 只是一个人参与 但是它的基本构图手法 我想就是这样 和千里加弹图 类似的另一件 您做清明上河图 它的构图 是不是遭到过柴 且这也是 学术界 这个不修的一个问题 好 那其实我们刚才 有个大致看了一下 就是它的内容 分为了几段 那有没有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细节 您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比如说像船的吃水 然后这种颜色 或者说您还觉得哪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点 这些局部我们都可以看一看 整体看这个画上 除了山形水口的变化 还点缀着很多人类活动的痕迹 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的桥梁 桥梁实际上是有建的比较 有建的比较简单的那种民间的桥梁 也有带有比较浓厚的 那种关键桥梁色彩的 建筑比较精致的桥梁 船只 这个船只呢 这三条船只 您看一下 特意的选用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表现 其实我们在明清的很多话 你们看到 岸边搏着几只船只 就会大多会采用比较省力的 就是好像我们现在 Ctrl C,Ctrl V 就同一个桥梁 同一个角度 画三遍稍微做点改变 但是这呢 是选了三个完全不同的角度 这里面恐怕是有一点炫技的成分 对了 我记得就是那天跟您去看画的时候 有艺术图 我不太记得标准 就是它的船 好像也是像这个这样子的形状 就中间这个这样子的形状 您讲的是这种画法是叫 其实这种画法其实是比较难的 是吗 对 因为这个船的形状 要说侧面的话 它就是一个两头翘起 像莲花瓣一样的 那么这儿呢 是又要画出它的长度 这长度实际上是在平面的画面 就是缘分出近身 然后呢 这儿又是翘起来的 而且这个船板实际上是要有厚度的 它其实是一个地气感 是比较难表现的 对 那还有对 像这幅也是 这幅也是它人们的一些生活图景 对 小船的 这是两种不同的船 这就是一个小山板 但是这种船呢 就是内阁航运 吃水可以比较深 装载的货物也比较多 这种船在牵上和图上 有非常多的细节 对 因为还有一个细节 我不知道就是这个水纹 还有这张图也是 传上这个水纹 就是当天我们在看这个画的时候 您也说了这个水纹 其实我们在图片上 包括在电脑上一些电子图片 我们看到这个水纹 其实它就觉得是现画的而已 但其实我自己的感觉 我在那个看这个画作本身的时候 我会觉得特别像那个刚印的那个纹 就印在这张纸上面 它并不是 就好像不是画出来的一样 我想这个图在电脑上 或者在网上 它可能做了一些对比度 一些处理 它显得就是黑色比较重 但其实真正的画作本身 它那个纹非常自然 所以我也是印象很深的 就是这个水纹这种画法 那我们一般其他的画 都会也会去着重表现这个水纹吗 就其他的山水画 这种画法叫网金纹 网金纹觉得是蛮粗的 满铺的网金纹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技法 其实你看这个草地上 其实也是 这种朦胧的草 就是这个画家下力气 不偷懒 满铺的网金纹呢 在早期的山水画中 是一种比较习用的手法 包括著名的西岸图 西岸图虽然很多人认为是 是董元的作品 那属于文人画 但是上面的水纹也是满铺旺级纹 这是早期上的话常用的一种画法 当然画山水的画水法有很多种 就以南宋马远的水图 作为一个洋洋大观的绘集 在水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古代画水的各种各样的画法 但是到了元代以后呢 很多山水画里面 就采用水天留白 水面和天空都留白 有的那是在水面上还画一些横线 画一些横纹 从赵孟府的水春图到吴镇的渔府图 还有泥湛的有些山水画里面 都是用一些横纹 当然这个横纹不一定是非常直的横线 它可能是带一点微微的波浪 这种春叉 这样来表现水面 但是呢 再后来就是越来越多的是留白了 留白有时候 其实我们会搞不清楚 这到底是一片干燥的地面呢 还是水面 对 所以其实在很崇向留白的这个艺术画画上面 我们其实在一间到这种水纹的 一个描述其实也觉得还挺挺惊讶的 那种满庭它几乎是没有一个细节的放过 都是会在上面做一些它的技巧了 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桥是吧 但是它为什么是一种宫廷的桥呢 倒不一定是宫廷的桥 就是说这个桥上盖的这种算是风雨廊吧 它是等级比较高的 你看这是 这首先是一个四二式的建筑 所以这个没有太多的实用架子 我们现在也还有很多风雨桥 风雨桥就是中间会 就是在桥中间或者整个桥上会有工人打风之雨 那这个都是实用架子 那这儿突出来的就是一个观景的 这个一个算是一个露台吧 露台的上面也盖着房间 那这个屋顶的就是四二式的 但是一个四二西山 四二西山 而且还是纯延 这种观景的平台 你想要是普通的交通设施 或者是供普通平民百姓用的 这种闲情意志的东西 其实没什么必要 但是对中上层的阶级享用的一种 变成一种休闲娱乐设施 然后呢上面还是从严的 从严就是这个建筑等级 会比一般的更高一些 因为这是使得建筑从视觉效果上看 更加的高大宣长 而且它的通风效果也更好一点 但是实际上在水面上 追求这么一点通风效果 也没有太多的实用架 就是费工费料 除了表示气派以外 没有其他更多的作用 对 但是这个其实画的还是很细 是很细致的 就觉得它也是一个 因为两边都是群山 它其实是连接群山的 这里面除了这样的不同的 不同的等级的桥楼 我们看这下是一个文人士大夫的 算是山庄嘛 你现在的话来讲是度假的别墅 是吧 在这儿 这个就在山县不平的一块地上 本来并不适合建屋 架起来 一个甘来式建筑架在溪流之上 然后这儿可以供人通行 围起来这样一个违和的愿望 这个环境其实挺像西岸图里面画的 我们人的别墅的 有些各种各样的建筑在这儿都有 那么看到的其中的人物既有在享受自然 享受休闲生活的 也有一些像行旅啊捕鱼啊这些劳动人的形象 这样呢整个就构成了一个人化的自然 这是居住在这个环境 跟刚才的在这个西谷上 硬架出来的一个别墅又不一样 这个可能是一些自根农啊 或者是小地主 在这儿过着 在山间自给自足的生活 对它其实怎么讲就是反映了 这个人的这个生活的阶层 还是挺全面的 但是又觉得虽然是各种阶层 有那种看起来好像很富贵的那种身份 但其实又有这种老百姓的这种生活 所以让大家也觉得这幅画 就都挺喜欢它 可以看出各种社会阶层 都能共享这个自然环境 而且这个自然呢是一个人化的自然 就是我们一说山水画以外 画的就是自然环境 其实中国的山水画 不是画自然的原生状态 而是人类适度干预想改造过的自然 宋人就特别强调 山水画要做到可观 可有 可居 就是这个意思 对 这个 其实我就是特别喜欢 就是这幅画 虽然是一件宫廷绘画 但是非常接地气 对对对 有世俗的 明天的生活气息 这也是 今天 所有的观众都会 对它发生会心笑的原因 是的 那您觉得 它其实 就是它是一个写生的作品吗 就是说它因为它表现的东西还挺全面的 它是不是就是把人们的生活 或者是生活的这个环境跟场景 都反映在这一张图上 它算是一个写生的作品 它是艺术创作 写生的也是艺术创作的一种手段 因为它看起来很真实 包括大家会说 颂画老老都给人一种特别真实的感觉 所以大家就会想到写生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 传统的山水画家 有很多也谈到过他们 甜食的自我修炼的方法 类似于今天的写生 比如说 要比宋代更早的有五代的金号 还有比宋代更晚的有元代的皇宫望 他们呢 就都记载过自己 经常带着笔墨子艳 外出写生画术史 看到那些术师 有感觉的 相当比较奇特的 就画下了一些画稿 积累的备用 而且他们画的量还很大 不是说偶尔 就画了点 可见是成为日常的一个 练习的手段 所以现代的中国画呢 就有强调写生的一股潮流 这既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传统 也是受到西方的影响 但是认为这样的写生就便于画家达到传统绘画 尤其是宋画那种写实的高度呢 我看来也想得比较简单了 因为真正画过写生的人都会有体会啊 写生主要是一种训练 就怎么把眼前的立体的景物 包括人物搬到一个平面的画面上 变成二维的形象 这主要是一种形式转换的训练 就像学外语的口译训练一样 那写生里面还有一种速写 这些当然更是从西方学来 这个速写要抓快速变化的形 像我中央美院 以前有一个老先生 叶浅渝先生就特别善于画舞蹈演员的速写 黄周先生也很善于画舞蹈演员的速写 这种书写就相当于口译里面的同声传译 它要反应非常快 但是你外语再好 怎么写出优美的文章来 这不是通过口译能训练出来的 要画出优美的话 就像要用外语写出优美的文章 除了词汇啊剧情啊语法要使我 也就是绘画艺术的形式语言 要非常经手善于运用 但是更主要的就是思维方式 以及你内心积累了很久的 不土不快的那些想法和感情 这些呢应该是作者全部的生活环境 长期塑造而成的一个结果 而不是通过写生这种训练 或者把写生就直接作为一个创作手段 这样的应用就可以解决了 西化的写生呢 就比较容易造成画家脱离了对象 或者模特就画不出虚构的东西了 所以我们看西方艺术家传记 都会很强调到他的模特是谁 有的艺术家很幸运一辈子 家庭美满的太太给他当模特 就画出很多好画 然后太太死了以后 这次发现轮不了 后来晚年就画好多自己自画像 这个当然不是说他没有想象能力 但是这种长期的训练以后形成成了一种创作习惯 有些现代的中国画也是这样 那些用西式的写生稿堆砌而成 最后用彩末彩料画出来那些所谓中国画 其实我们一眼就能浮现出来 跟传统的这些很不一样 所以中国传统绘画实际上呢 我想是通过观察自然 在观察之后你手上画一点也好 只是在心底墨迹也好 都可以 但是最后画出来的 得是艺术家创造出来的形式 而不是说让这个人去当一个照相机 现在很多老先生还在讲 现在年轻人出去写生 就相机啪啪一拍 不在现场画写生 我想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照相机拍过 然后你到画室里面再画 跟自己在现场经过这种柴检变化 这种训练的过程 获得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 写生的关键呢 要动眼 动心 动脑 能同时动手当然更好 但是这个过程就不一定说是 我们今天背个夹子出去写生 再试问待一天半天就完成 可能出去看看 回来想想再动手段话 再出去看看回来想想改一改 或者就把那些外面记录东西全丢到一边 另外画一些你脑子里想出来的稿 这是一个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你要把它称为写生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至少和现代美术或者西方美术里说的写生就不是一回事 如果我们要说的复杂完整一些就是原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一个再创造的过程 对 今天其实我说的题外话 因为我也是现在才开始简单的写一些画 所以我就特别同意您说的写生这个过程 因为我们也是老师会觉得希望你去看一些花花草草 然后拿了一个墨色的笔 就是画它的简领也好 只画一个简单的也好 但是真的是远远没有到 因为当然你想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我就远远是到不了自己在创造的 就是你永远是照着一个 就是怎么样 无论是画这个花本身 还是照着一幅画来画 它其实都是在一个照着画和临摹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讲这个 我就是想它整个无论什么旧画家 当然不是一天养成的 它整个的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 然后反过头来其实看千里江山图的这个作者 就像史称王西梦吧 因为为什么我们这样讲 就等一下可能还会就这个 王西梦是不是姓王的这个话题 请老师来聊一聊 就是这个作者呢 他18岁就画了心里江山图 所以可以讲他是个挺天才的这样一个人 那这幅画可能更多的这个 所谓的魔力的方面 我们也可能等一下再继续的聊 但是如果想去看的这个朋友呢 就是建议大家尽快的去看 因为这幅画这一次展出之后 就要30年以后再展展 据说30年左右 那为什么这个画要休息这么长时间 或者是说它30年是一个 约令俗成的这么一个年限吗 不会这么久 30年我们都退休了 对 因为你刚才也讲说 你们在建后看了一次 对颜料呢 对光比较敏感 我还有人讲 书卷一次颜料就会有所脱落 但我这十几年看的 几次展出好像还看不出这么明显的效果 就有颜料脱落或者颜色变淡 将来是不是30年不展出呢 是不是现在就能决定 我们也不知道吧 但是博物馆界有一种说法叫赛画 就是字画 老这么卷着也不行 隔一段时间还是需要打开透透气 不要让材料老是处于一种状态 一种状态 就是以后再打开它 都有一种材料的寄行疲劳了嘛 另外呢 如果有什么物理或者生物的损害 打开了也能及时发现 这其实是有利于延长字画的寿命 不过中国画的材料是比较脆弱 长期陈列肯定是有损耗 我觉得这次展出这么长时间 对这个画应该说也是一个蛮艰苦的任务 等下我们也会再聊到青春山水 他用的一些颜料 我们还特意就是看展的时候 可以拍了一些颜料的照片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其实这个看展 其实我觉得非常幸运 是跟老师一起去看展 从头到尾 听老师讲了很多 然后无论是这幅画还是其他的画 都会有一些就是很很 哇 还有这样的这种说法 因为毕竟不是就是接触这种行业的 也是不懂的 只是可能看了一部画 觉得它很漂亮而已 就过去了 那其实那天 邓老师去看也特别多的收获 可是我就想邓老师 如果说像我们这种去看展的群众 他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 基本的或者说前提吗 就看展前提 还是说不需要直接去看就好了 还是需要一些美术素养吗 我觉得首先你只要有兴趣 有兴趣都可以去看 没有那么下领 没有那么高的门槛 只不过不同的观众各取所需 他获得的享受 获得的收获 感情层面不一样 这次展览呢 其实它的策展的思路非常巧妙 因为能够适应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 这次选择的千里江山图和青绿山水 这个青绿山水的视觉效果都是比较漂亮 甚至是比较震撼的 那即使是在古画那种 不是特别强的灯光下影 仍然是光彩四溢 就很适合展出 我们看同时在武艺店展出的赵孟甫大展 还有上半年在武艺店展出的私生展 就比较专业 面向专业工作者爱好者多一些 那些赵孟甫的展览里面 也有一些青绿色色作品 但是也有很多书法 像私生的就以水墨山水为主 书法和水墨山水都适合读 越读的读 而青绿山水是适合看 因为它的视觉效果强烈 即使没有多少知识准备的一般观众 实际上也可以获得视觉的愉悦 这不是个坏事 当然我们说现在要去看个展览很不容易 比如说去排长队 就是不排队 进程一趟也花不少时间 有的外地观众还是特意赶到北京来 所以能做一些知识准备 看一次收获当然更大一些 当然要每个人都经过长期学习 获得非常系统的知识 甚至记忆很多知识点 这个也不太现实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直播的形式 就是能够在这方面给大家一些快速一得的帮助 那其实我也想知道就是您的学生 因为那天也一起去了 您的学生看完展的时候 有没有跟您讲什么 他们的收获跟回馈的东西 那倒还没有 因为他们对这些图片 现在大部分都已经比较熟悉了 就是专业的学习者去看 很多是一个印证的过程 当然这次展 我们和普通观众不一样 可能是普通观众特别看重那些宋代 比较高谷的作品 我们主要是去印证我们之前看到过的图片 甚至是有的已经看到过很多次原作展出 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认识 或者产生一些新的想法 倒是那些一般观众不太会注意到的 比较晚期的作品 我们反而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讨论 因为这些晚期作品 因为研究的人少其实有在发现问题也很多 是 其实我们也看到 在看完仙几江山那个战区之后 再往后看 其实人就很少很少了 大家其实很少关注到 那您觉得这次展览的话 它的一个 或者说作为书画的一个展览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因为我觉得好像不是一个按 怎么说 就是完全按照这个时代啊 时间的这种 来我做的一个展览的 这个展览实际上是个专题展 但它也是按美术史脉络布置的 但这个脉络其实也有一条时间线都在里面 但又不完全是按照朝代 而是按照风格技法的发展 西方的博物馆像如浮宫的 很早就确立了按美术史脉络布展的原则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博物馆的常设展也基本上都是按美术史脉络布展 像上海博物馆的书法展厅绘画展厅 一个常设展厅它也是按美术史脉络 但是美术史本身很复杂 有作者有作品流派现象流行主题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特展是按作者 也可以说是古代艺术家的各展或者连展 像赵孟甫展 四生展 赵孟甫可以说是赵孟甫的各展 四生可以说是四生的连展 虽然这四个人不是在一个艺术流派里面 非在一个艺术流派里面 但是我们可以把他们的作品集合起来做一个连展 而清理山水则是一种技法的展览 或者说宽泛一点是属于按风格来筹展 那也还是有时间耐了 就是第一展厅是比较早期的 后面第三展厅就是比较晚期的 到其他展厅就没有多少人去看 对 但其实我们也是想除了千里江山图 也是希望大家也是更多的 如果有机会看见其他的画作 清理山水其实也是非常棒的 那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千里江山和清理山水 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聊 清理山水为主题的其他的画作 麻烦你先放下 我们知道中国山水画有两大体系 一个是由唐朝李世迅李昭豹夫子确立的清理山水画画 另外一大体系则是单纯用墨的水墨山水画 后世就认为唐朝大师人王维是水墨山水画的鼻祖 虽然清理山水在宋代比不上水墨山水那么流行 但由于实青实绿 它属于矿物质原料 色泽鲜艳 清理山水画 也就灿烂明艳 豪华富丽 受到了宫廷贵族的追捧 尤其到了宋徽宗时期 他格外爱好绘画 在宋徽宗的支持下 北宋的绘画艺术空前的活跃 还涌现了一幅名垂千古的清理山水的扛顶之作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千里江山图 王兮梦的这幅千里江山图 高是51.5厘米 长是1191.5厘米 比起高25厘米 长529厘米的清明上河图 还要长一倍多 都说江山如画 那这画就应该是千里江山图了 这样一幅气势辉红的长卷 在细节上他也画得十分精彩 人物小如蚂蚁 却动态鲜明 山头上飞的群鸟 如果不仔细看 几乎觉察不出来 只轻轻一点 但是有翱翔的动视 各段相对独立的山水 就由各种小桥和水面巧妙地连成一体 我要想通往下一个场景 就要走过近景这座古朴的小桥 狭窄的桥面上呢 大概仅容一人一驴通过 再往前走几步 是一座小型的亭桥 亭桥呢 就是亭子和桥梁的组合 小桥跨度不大 下面有砖为桥极 上面呢立着四根一排的桥柱 桥面上再建了一个四坡顶的小亭子 亭子的四角的这个矮墙啊 感觉好像是用这个植物编织的 与周围的树木融为一体 有荣誉的园林建筑色彩 接着再向前面 就被江水拦住了去路 那么只好招呼 瑜伽搭他的便船 我们在水上飘荡的时间呢 不如远眺吧 等到上了岸之后呢 这边房屋聚集啊 乐老很多 沿着悬崖上的栈道啊 九曲盘旋通向半山腰的一座庭院 站在山腰这片平台远眺 可以看到崇山峻民十分的密集 远处的高山呢 只有淡淡的青色的影子 用山峰重叠来拉大空间的距离 那么这一段画面啊 就是郭熙提到的深远法 自山前而窥山后 为之深远 深远之一重叠 我们回到山脚 眼前是一座宏伟的跨江大桥 宛如一道彩虹 十分壮观 桥面至两端 向中央逐渐的升高 到中央的位置呢 就建了一座十字形的桥亭 亭下接近水面处啊 它还加了一层 贴近水面 很适合夏天躲在下面乘凉 欣赏风景 我们沿着小路继续一边行走一边欣赏 跨过最原始的平板石桥 走过竹笼装卵石做桥墩的梁式桥 一路上遇到捕鱼的死传心 好的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日课直播 看大家 本期我们邀请到的是 少彦老师 来跟我们一起聊聊 千里江山和青玉山水 那刚才我们聊到了 千里江山的一些 包括它的内容啊 和它的一些技巧 但是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继续地聊 刚才有问到老师说 我们要是想看懂这个画的话 需要哪些知识积累 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 有些画是适合看的 有些画是适合读的 如果说没有特别大的精力 去准备这些所谓的积累 其实也没有必要去刻意地去看 但是我也想问 如果我非要去准备一些功课的话 我可以是从哪些方面去准备 这些看画之前的功课呢 我们这次展览呢 是千里江山图和青玉山水 我们这里准备了一个提方式的呈现 可以帮给大家看一看 稍等 是这个 我们之前准备了一些 其他的青玉山水的这个画作 不是 这是我们的版式 好的 好的 这有一个打印出来的极了 也可以放给大家看 好的 没关系 我们稍等一下 那你哪儿就 先把这些都关了 对 我们这个可能刚才也是方便给大家看 所以就都把它打开了 然后我们现在 也给大家找 因为老师之前准备了一个版书 我们那个版书就是大家可以看 方便大家看得清楚一些 这次千里江山水一展触呢 也有很多专业圈子以外的观众就说 以前我们觉得中国画就是水墨 想不到也有这么浓重的色色 其实从四个材料来分类呢 山水化是可以分成这样四类的 一类是大青绿 一类是小青绿 还有一类是浅像 再一类是水墨 这是我们通常所认识的 好像是中国山水化用的最多的一种 但是现在这些前三种也挺多 大青绿和小青绿合起来称为青绿山水 青绿山水分成大青绿和小青绿 它们区别在哪呢 就是在所用的主要颜料 不是说大青绿只用这两种颜料 其他的颜料也都用 但是最主要的 给人印象最鲜明的色相 是由这两种颜料造成的 一种是石青 一种是石绿 这个大家看都带一个石子 统称为石色 石色当然不止这两种 还有其他 就是从矿石研磨而成的粉末 作为颜料 这种颜料叫石色 或者我们换个名称叫矿物颜料 那么其他的非矿物颜料 包括从植物当中提取的 也包括有少量的品种 是从动物身上提取的 这些呢 一般来说这些颜料可融于水 不像矿物颜料那是不透明 它们是可融于水的 就称为水色 水色 那大家看这个大青绿呢 是用石青石绿 小青绿 主要的小青绿的绿是织绿 织绿呢是用花青和藤黄 这两种植物性颜料 调配而成的 特别像我们平时所用的草绿 这么一种色相 还有呢是花青和褶石 那花青是从植物 植物当中提取的褶石 其实也是一种矿物颜料 这样子绿还有花青褶石 所画出来的青绿山水呢 色相比较淡一点 就是小青绿山水 那么大青绿的这个石青石绿就 矿物颜料有比较强的覆盖性 就觉得看起来就是 就饱和度还很高的那种 饱和度比较高 但实际上你画的时候 是涂得厚一点 浓一点 还是薄一点 淡一点 这是有非常大的弹性的 那么还有一种浅象呢 浅象我们通常用到 水墨淡石者山水 其实就是水墨加上浅象 这个浅象就是花青褶石了 把这个绿也去掉了 如果有绿绿就变成了小青绿 当然很多时候花青褶石 会用得很淡 使得这个水墨淡石 接近于水墨山水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色色是什么意思 色色就是敷颜色 就是涂颜色 上颜色的意思 怪不得那个大青绿上面写的 这个重色色 就是这个颜色 就是可以理解成颜色湿的 比较厚重 但关键还是 因为这两种颜色都不透明 那就是 它是为什么要有这两种颜色 就因为它不透明 我就是要 就是表现一个 不透明的效果吗 不透明才有厚重的效果 对 就像你像天 你要是穿的那种沙的衣服 就觉得比较飘逸嘛 今天流行的沙裙 但如果是我们冬天穿这种 今天这儿我们都穿的棉麻的衣服 那就是 它对于这个光的吸收效应 肯定就要比那种反光的材料 显得要厚重一些 就是显得天气凉了 我们穿一点这样的衣服 好的 明白 那下面我们要看一幅画 还是几续往下翻书的内容 可以继续 可以看一些画 好的 这儿 大清律代表作呢 像油村图 江湾楼阁图 这两幅是因为在台北国文博物院 这次没有展出 那油村图和千里江湾图 这一期都展出了 江湾楼的图是下一次幻展会展的 这个就是 对啊 这个小清律的 叶江迪藏图望和松丰图是现在都已经展出了 浅将不是我们这次展出的主题 大家可以介绍一下 据说是元代画家黄公望所创造的 那么在元寺家里呢 就是和黄公望同时活动的 元末的那些三水画家里呢 往往用浅将 其实是用的比较多的 到明清呢 就成为一种很流行的四色画法 所以这个展览把明清 那些不是画浅将而是画清律的话 收集起来展览 我觉得也是很特别 你们过去 你看明清 从整个比例上讲 肯定是浅将和水墨比较多 清律是比较少的 过去观数也不多 这是江山丘色图 就是刚才那个 大清律 你把它放大了看 我们可以 比如说这个 我们可以再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图 这个的话我们是要从哪里 使用的也是实清 实律四色 但是呢图的就比较薄 不像千里加山那么强的覆盖型 下面的水墨 画的笔法都呈现得比较清晰 它是也跟画的材料 就是画布画纸的材料有关 都是卷本 它们都是卷本 不管图的厚 图的薄 实际上到最后还都是需要复钩的 你看这些线条很清晰 这些三石的轮廓和结构的线条 实际上还是需要复钩的 就是涂得再薄 这也是有覆盖性的实色 涂完以后 原来打底子的那些轮廓线结构的线条 包括这个表现画面 这个石头基里的线条 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被覆盖 所以就需要复钩 复钩这个就在上面线条再勾一点 其实我也在跟老师探展的时候 经常听到老师和学生们一起 代表一些比较专业的话题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好像就没有复钩 那么下面线条就有隐约被盖住了 但这个地方肯定是复钩的 复钩其实就是为了让它的再突出出来 其实是它一开始的一个设计 这张画的话 我们如果看 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山水画 山水画这张画叫江山秋色 因为看起来比较淡 好像是秋双木落的样子 但是也有学者说 其实应该叫江山春色 认为青绿画的全是春色 让它在学界有不同的争议 而且这幅画是 旧传为南宋初年的宗室画家赵伯鞠所作 我们等会会看一幅画叫万松金血图 那个作者是赵伯树 那是大家公认的都是认为是赵伯树的真迹 那么赵伯鞠是赵伯树的哥哥 这些兄弟俩都是南渡到了南宋的忠实画家 但是这件画呢 现在经过研究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 它并不是赵伯鞠的作品 它年代比赵伯鞠要早 比千里张冠图还要早 应该是早到北宋中期 每天早一辈人 或者再稍微长一点的时间 那其实我们就是在看这些画呢 就是我可能问这个问题有点外行 我就是想知道 为什么会认为它比赵伯鞠的年代要早 就是它从哪些 比如说哪些点能感觉到 它其实不是赵伯鞠的这个作品 它可能该在它更早就有了 这儿虽然孵了一些轻率的四色 但是还是一件非常完整的水墨山水 它的骨架 水墨山水的骨架是表现得非常完整 甚至是非常充分的 通过这个水墨山水的年代特征呢 它是呈现北宋中期的特征 它比较接近北宋中期的 哪一个画时代的大师呢 那个大师叫郭熙 山水画史上有一些 突出于时代一般水平之上 就像我们刚才在千里江山图中看到的祖风一样 这些大师呢 我们把它当作时代标杆来使用 郭熙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标杆 这幅画的风格呢 是非常明显的受到郭熙的影响的 所以我们觉得它的年代 也该是比较接近郭熙的年代 实际上这儿可以多说几句 千里江山图基本上也还是学郭熙的 千里江山图下面的水墨古教 也还是郭熙的路子 那么再后来到我们后面介绍 李唐的万和松风图就变了 就是学放宽了 这里面我认为有些故事可以挖掘 等一下我们再讲 好的 那我们也跟郭熙老师的一个笔记 然后往下面可以再看一些话 接下来我们这边 有没有什么也给大家讲一讲 是大清律的 江藩楼格图明皇这三组 这部现在展出了 刘春土 还有江藩楼格和明皇信书 我们也可以先来讲 好 明皇信书 这个是这次没有展出 但是也很有名的一个玩意 他可以看到这个是 其实是山没有 你先把这个观点 我好像找了一幅 更清晰一些的图片 还是就是刚才那一幅 是这个吗 对 这幅 这幅的颜色是有点调得过重的 当然是比较清楚的 我可以借鉴刚才那幅画的颜色 它其实这个山姬是感觉很锐的 没有那么管 非常装饰化 非常装饰化 另外呢大家看这个三体是勾勒了以后 基本上颜色就是平涂上去 当然不是说图的特别平特别凌 但基本上就是这么图 它没有一个水墨山水的完整计划 就是沟村燃点插在下面搭的一个骨架 这是唐代计划 游村图 尤村图 尤村图 应该是 在另一个图角我们可以找到看 没关系,我们可以先看别的 你到另一个图角里走,把这个收起来 给大家找一下 可能刚才我们考的过程中有一点那个 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可以带给大家看 不舒服 反正我们就要先搜 没有,应该就是这一个 我看 有 别的都没有放过来 对,这个可能这边 是不是我们在选的时候 那个考过来没有,那个清晰版可能没有过来 等一下老师 嗯,这两个也不舒服 嗯,这两个也不舒服 也是满不满金水 他的作者呢,据传是叫李思逊 李思逊还是李昭道的父亲 所以,这父子俩就被称为三水画中的二李 二李,就像书法当中的二王一样 二王父子 这也是二李父子 这一件 当然 加翻楼个图 等会我们会把它和尤春图再对照着来看 对照着来看 就是 傅希年先生 学者 著名学者 傅希年先生 经过研究 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 江湾楼构图 你别看 他画的那么复杂 好像画了很多东西 但是呢 他整个构图 一个景物的布置 恰好就是尤春图左边的四分之一 哦 那等一下我去留个险 然后我们回来对比一下 对比的看 所以呢 基本的 形成的一个看法就是 这两件画应该都是当时的屏风 尤春图比较小 应该是一个屏风的小样 那么 加翻楼个图应该是屏风的左边那一扇 他们整个连起来以后 几扇屏风连起来以后 应该是像尤春图那么一个面貌 这几件作品呢 都是唐代 可以说是板塘以前的图示 虽然他们在制作年代 等会我们可以再写说 制作年代是 有的已经到了北城 但是都保留了板塘的图示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比较清晰的状况 在这儿上面呢 已经有了一些山水画的沟村 所以傅先生说 这件画的年代 比制作年代的游春图早 但是它比较花少 游春图虽然制作年代比较晚 到了北城中期 但是更多的保留了隋唐自行 那种山水画骨骤的面貌 这儿呢 反而是有一些构成染点的 技法开始出来了 那游春图 包括一个明皇杏鼠图 反而是比较骨骤的画法 就是构陷平图 这样宽大的看 这也是这样能看的 其实这些画都是 我觉得如果说没有加那些颜色 它其实也是很好看的 那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 会在这些画上加颜色呢 还是说最开始只是水墨 然后加了颜色 到后面又好像流行回来了水墨 还是说一开始就是那个造型的 颜色其实用颜色其实很早 其实很早 就是我们现在找到原始社会的 那个建筑墙并没有了 但是找到还有画在地上的地画 就是那个新世纪时代的 人类生活过的遗址当中 在地上有个画地画的 那一点是要用矿炎的来画 那么还有新世纪时代那种 那种墓葬里面出土的 那种陶纲上画的 冠鱼石斧图也是用矿炎料 矿炎料比较耐久 而且世界效果又比较鲜明 而且呢 就是在原始社会 其实人类相信很多矿物 是具有神奇的功能的 有那种无数上的观念 用矿炎料来画彩色的话 这个可以追溯到很远很远 反而是水墨山水 因为这个墨的制作 是一种 其实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工艺 比较耐久的墨 水墨山水呢 是我们现在最早发现的 是在东汉的墓石壁画里面 但是要说清律山水 因为山水化的形成 就是比较晚的时间 要到六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 才又形成了山水化 那么千里山水呢 现在我们看到了 就是和南北朝时代 比较接近的是在北方 中国西北的敦煌的石壁画里面 有一些不是纯粹的山水化 它是作为佛教绘画 这个佛经故事啊 佛本身故事啊 还有一些那个金变画 里面有一些人物活动在山水的场景当中啊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局部 当成山水化来看 是的 其实这个我们我们在看展的时候 一开始从展进进去 其实是有很多东方壁画 然后大家也就一扫而过 那个东方壁画 急于往下看 其实东方壁画 我们看这个比较早西卫啊 西卫是北朝和山水化 正在兴起的南朝 一个时代是相当接近的 也就是说南朝兴起了 我们不知道这些山水化 是水墨的还是清水的 但是北朝给我们保留下了这些石窟壁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当时山水虽然比较骨灼 应该说 这种山丘和动物人物的比例 也不是很精准啊 另外这个山丘就是一个符号化的形状嘛 那么山体上它应该有一些褶皱啊 有一些肌理这些都没有办法表现啊 但是我们会注意到 氢氯这两种颜料已经大量的适用 嗯 这两种颜料呢 氢啊 氢是石氢 我们是 现在通常是用一个 绿松石 用绿色的绿松石来研磨 获得这个石氢的 这个石绿的颜料啊 那石氢的是 用孔雀石也可以啊 但是更多的是用青青石 那个绿松石和孔雀石呢 在中国的湖北都有出产 但是青青石它的产地就是在中亚的阿富汗 嗯 嗯 嗯 像是在敦煌大量使用这种 这种色料的一个外在的物质保证吧 嗯 对 您当时我记得我还记得了一点 就是我们在看壁画的时候 您说其实壁画 它可能是在洞里为 就是在那个光线下看的 嗯 所以它其实色彩上 其实是更注重鲜艳 和那个 其实它的饱和度也是更高的壁画 嗯 其实古代的 像哪怕是 活人生活的这个室内环境 嗯 采光也是 比较差的 跟今天的 我们这个有 有的这种玻璃窗啊 还有 一个电灯照明的室内环境不一样 所以 壁画一般都会 有比较鲜艳的颜色 我们现存的 像那个 汉代的牧师壁画 有些是 可以反映 当时的 还有 还有一些 那个空间废墟的壁画 能够反映当时 人们在地面上 生活环境当中的这种 强硬装饰 也都是用比较 比较 浓厚的 比如说红黑色调 在秦汉时期 更多的用红黑色调 那么 我们可以说是 当时人喜欢红黑色调 但是这种色调 不容易 运到中原去 这种 也是一个 不可避免的原理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 清绿其实是 河外鲜艳 非常美 这张也是 这也是一个 这是 唐代的 对 其实大家看展的画 可以真的就是 在一进展厅的 第一部分 好好的参与壁画 然后可以对这个 颜色的感受 除了仙女乡山寺之外 也会有一些 新的感受 然后带着这种感受 再接着去看下面的画 你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至少我是这样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回过头来 我们再继续看画 也看一下 刚才我们说的 游书图和其他图的对比 好 用山峰重叠 空间的距离 那么这一段画面 就是郭熙提到的深远法 自山前而亏山后 为之深远 深远之一重叠 我们回到山脚 眼前是一座宏伟的跨江大桥 宛如一道彩虹 十分壮观 桥面至两端 向中央逐渐的升高 到中央的位置呢 就建了一座十字形的桥亭 亭下接近水面处 它还加了一层 贴近水面 很适合夏天躲在下面乘凉 欣赏风景 我们沿着小路继续一边行走 一边欣赏 跨过最原始的平板石桥 走过竹笼装卵石 做桥墩的梁氏桥 一路上遇到捕鱼的死船 行路 观景 幽居打扫庭院 对坐闲话的各式人物 有时翻山越岭 有时弃暗登周 终于来到了最高峰脚下 那这个最高峰高山之巅 直入云霄万丈瀑布飞流之下 在山下能感觉自己是非常的渺小 这一段画面呢用的是高原法 自山下而仰山巅 为之高远 高远之事突兀 北宋宫廷绘画中的山水 有一种极常见的类型 就是用山水晶云位置 来彰显君臣尊卑的名分 比如千里江山图这一段 主峰高耸入云 雄气而敦厚 那么公使呢 在主峰下的云端落影落下 群峰则围绕在主峰四周 衣服像朝拜一样 山脚水边则是普通的楼阁水屑 大者尊小者卑 用主峰和群峰的关系 其实是用图像来隐喻 君臣上下尊卑的秩序 表现理想的政治秩序 我们再站远一点 欣赏整幅长卷 画面异常的丰富 却没有杂乱的感觉 这就得利于色彩的同意 千里江山图 虽然历经千年之久 但矿物质颜料显示出了不褪色 而且覆盖性强的特性 色则鲜艳 整幅画至今仍然绚丽灿烂 光色可与西方的名画增盛 千里江山图 与隋唐时期的秦丽山水 又有所不同 因为王熙梦同时还借鉴了 水墨山水画的一些技法 这个色与墨 春法与色彩相结合 在上色之前 先用墨对三色的结构进行春叉 就是使用了春法 而不是像隋唐青丽山水那样 直接用青绿去单一的平土 水墨春法与青绿色色相结合 就使得千里江山图不仅富丽爽朗 还像水墨山水一样 富有笔墨的情趣 王熙梦真是中国美术史上少有的天才 可惜他的生平在史集中没有记载 也没有其他的作品传世 我们唯一的资料就是在千里江山图的卷后 可以看到当时著名的奸相蔡金的一段提拔 他说 西梦城市化学的学生 多次给宋徽中尽献画作 但画得并不完美 宋徽中觉得他有天赋 就亲自去指导他 虽然这个天才少年只留下了这样一幅画 却因为这一幅画名垂千古 我们纵观全府 既有红篇巨制的雄心 又有彼精莫妙的细心 无论远观还是进度都令人折服 难怪元代著名的书画家普光 就对此画推崇被子 在卷后的提拔中占道 我十五岁开始看这幅画 至今看了近一百次 真是越看越新奇 他在古今丹青小景中 可以独步迁载 真如群星中间的一轮明月 今年九月份开始 北京故宫博物院将会展览这幅画 大家有机会还可以去感受一下原作的魅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独步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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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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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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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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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